有时候有人会误言说 比话少一点 老师你叫我写二啦 你写三就好啦 刚刚来不是有同学就这样说吗 老师你叫我写简单的 我不要照那个碟 简单是什么是简单 这个人可是不简单 那你写这个人特别听一下 一撇一纳要打开 那你如果已经打很开了 你那那个一撇在接的时候 就不要下太下面 这是补救的方法 听懂 但前提就是说 这个人一定不能够两个低于90度角 不要低于90度角 看一下 写在最中间起底 完了以后先有个这个动作 然后抬向左 好 打开 好 抛物线 约略在中间 中间偏上也可以 那我写中间偏上 进去 只有这个字比较特别 我稍微比它下来 因为我如果上去 这个字比较特别 对不对 对 哎呦 我开始了 这个叶的这一点 你可以从中间笔尖下 中间的笔尖下 所以它这个一定就在外边 对不对 所以中间才是这个 这个是写在最中间 这个要上来 听听懂齁 好 这一树没有很长 好 好 这个三个撇啊 很神奇 几乎是平行 所以你比较好拿呢 好 你这一笔就不能写太直 太直 它就会卡在 让中间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这个光 我写起来稍微没有那么长 它横画 它也比较没那么长 跟以前的稍微有点改变 可是我觉得这样写起来 比较漂亮 好 点 往后 往后 提 贴 点回贴 好 不要太长 好 本来我想一笔写下来 我看不要 因为它也是分底 那这边有个中心线 所以中心线的左边 好 你的笔不要翻 不要翻 你一直都不要变这样 好 那这中心线的右手边就写它 它完了以后提高 往左 往左 靠中线 好 提贴 好 走 提 贴 手臂带 谢谢 谢谢 这都要别紧 这都要别紧